枪案发生在靠近法兰克福的小城镇菲尔恩海姆 蒙面枪手在进入电影院后开枪射击并劫持多名人质 当地出动大批警察及特种部队赶往现场 与枪手发生对峙 最终将枪手击毙 至少有25人在混乱中受伤 也有媒体报道 受伤人数在20至50人之间 有媒体称 人员受伤的原因并非遭到枪手袭击 而是由于吸入催泪瓦兹而造成不适 德国当局并没有立即公布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 自2009年颁布枪支法令后 德国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